空空亮声巨响 加油车缓缓后退 驾驶睁大眼睛 因为这回出车祸 撞得可是一架飞机 华航班机的机翼当场裂开 机场人员在旁指挥 因为加油车恰恰卡在飞机的机翼底下 这一桩飞机撞坏了不能飞 所有的旅客被紧急安排到其他班机来搭乘 而工作人员也火速将送上飞机的行李卸下来 状况就发生在16号上午桃园机场 华航一架737-800型客机 原本预计早上7点20分出发金边 没想到在地面加油时 加油车驾驶疑似误判高度 油门一踩就往机翼开过去 碰了一声撞毁了机翼 想要回头已经太迟了 华航发声明表示 受到油车碰撞 收获人员立即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处理检修 原定CI861要从桃园机场前往基边机场 已经另派其他航机来执行任务 没有耽误旅客的行程 中游也回应完全配合民航局的调查 不过类似的事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今年7月 长荣一架从越南飞往桃园的客机 在地面滑行的时候 左翼前沿硬生生撞倒了停机坪的灯杆下滑旅客 而在去年9月 长荣另外一架从曼谷返台的班机 因为曼谷地勤公司的疏失 航机右侧发动机的外罩被行李柜碰撞 凹陷毁损也影响了200多名旅客 这回是华航的班机经营 被中游的加油车撞坏 虽然没有人受伤 但后续的修复与检验恐怕是一大工程 TVB宣传 玲瓏市 廖宗庆 李杰 台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栏目